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友谊说二,小二的重犯门我又来了,并愿小二娱乐咨询一网打尽,张博之要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了,大家赶紧管而告之,先问你们一句,期待吗? 小二本来觉得黄孝明退出后没什么新看点了,可是呢,张博之来了,张博之年轻的时候也是不折不扣的大美女呢,她还有两个儿子,不对是三个,虽然关于张博之的八卦也是不少,但是人还是不坏的, 比起最近的大瓜主郑爽来说,张博之可是一个合格的母亲,郑爽能说出他妈的烦死了,小二就很是惊呆,更别说郑爽一家的态度,哼,小二真是恨得牙痒痒,多么可爱的孩子,也算是最惨新二代了,好了,不说郑爽了,还是说张博之吧,1月19日上午,乘风破浪的姐姐二,节目组官方在社交平台上正式宣布了张博之确定参加,并晒出一张张博之的美照, 可以看到张博之选择黑色简约的服装,也依然是又洒又美的好状态,很难看出她今年已经40岁了,随后张博之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,解释了自己参加该节目的原因,张博之笑着表示,经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二,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, 这个节目充满了挑战与惊喜,也许张博之也是想要不断的突破自我,才确定参加的,在这段视频中也曝光了一点张博之在录制节目中的状态,令人惊讶的是,她的素颜状态好似少女一般,根本看不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, 网友们在得知张博之确定参与录制《乘风破浪》的姐姐二后,都很激动,有人表示,期待我的女神,博之,乘风破浪,还有人夸赞张博之的状态,实在是太好了,简直是不老女神,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节目播出的效果了,前几天张博之出习某品牌活动时,穿着一身金色薄纱长裙,鲜气十足,尽管天气寒冷,她动得手指通红,也依然给大家呈现了最完美的状态, 的确是很敬业了,张博之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,是因为她多年都很注重皮肤与身材的管理,最近她为了节目,也在刻苦的锻炼唱功,从晒出的视频可以看出,她素颜皮肤非常滑嫩,几乎没有皱纹的痕迹,张博之出道后就凭借着《喜剧之王》《心愿》《河东狮猴》等作品被人熟知,近年来她回归了家庭,专心照顾孩子,作品较少,如今她重返大一幕,挑战唱歌跳舞, 的确是很让人期待了,相信她在节目中会有很精彩的表现,你是否也很期待呢?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如果你也喜欢小儿的视频,就请点赞订阅关注我,你们的肯定是小儿更新视频的动力,我们下期再见啦!